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惊弦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诗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鸟喵 第1098集 斗兽场 污点一把揽住了格宇的肩膀 便带着他离开了院子 往前走了没多久 但见前边停了几匹马 污点让格宇骑了一匹 然后众人皆翻身上马 随着他 带着格宇朝着围仓族深处 一路击齿而去 这些天 格宇为了不让别人起 很少走出他的院子 因为格宇从狱主口中得到了一些消息 听他说有三大族群 除了围仓族之外 还有大成族和家朗族 格宇担忧的是 围仓族某些居心叵测之辈 会诬赖格宇 是其他两个族群派来的探子 过来打探围仓族的消息的 所以格宇才会一直身居简出 为了不让别人起意 如今跟在屋点的身边 骑着高头大马在围仓城里边穿梭 格宇才发现 这个城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各种建筑物临此致彼 大道之上都是过往的士兵和百姓 看到屋点乘马而来 路上的人纷纷让路 跪到在地 朝着屋点这边磕头不止 大呼哨主 看着两边跪拜的人群 格宇突然有了一种皇帝出游的感觉 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风感 有时候格宇突然一恍惚 觉得留在这围仓族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转念一想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围仓族也并非是一处温柔乡 这些天格宇已经感受到了许多隐藏的杀机 骑着马 在屋顶的带领之下 行了差不多二十多分钟 就来到了一处广场旁边 但见到广场的四周 有高低错落的座椅 而广场的周围有着一圈高高的铁栅栏 四周还有很多卫兵把守 那些座椅之上已经坐满了人 一个个显得神情尤为激动 污点的到来 广场四周的人纷纷起来 大多数人都行了跪拜之礼 只有第一排 离着广场最近的那些人没有跪拜 却全都站了起来朝着污点行礼 格宇看到 第一排坐着的都是大人物 除了族长和完颜公主之外 还有那些长老 不远处还有几个大将军 污点下马之后 便拉着格宇朝着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走去 格宇很有礼数地 朝着周围长老和族长等人行礼 那些人也都跟着格宇客客气气地打招呼 一团祥和之气 但乌点拉着格宇走到座位旁边的时候 乌延很快就走了过来 笑嘻嘻地拉住了格宇的胳膊 小语哥 你跟我坐一起吧 一会儿会有好东西看的 乌延 怎么一点回忆都没有啊 小语兄弟是我请来的 今天要跟我坐在一起才行 乌点故作愤怒地说道 乌延做了一个鬼脸 哥 你欺负我 我就是要跟小语哥哥坐在一起吗 好吧好吧 要不然我们三个坐在一起怎么样 乌点有些宠溺地说道 这时 族长突然发话了 让他们都不要争了 要不然 让格宇坐他的位置 这格宇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转身 朝着族长行了一礼道 族长 问问不可 在下何得何能 能够跟乌点授手坐在一起 已经是天大的荣耀了 哪里敢坐族长的位置 坐坐坐 都别争了 小语兄弟 你这边坐 说着乌点一把拉过了格宇 将其安排在了自己的身边 而乌延则坐在了格宇的另一侧 在乌点的旁边是族长 能够坐在这个位置 主要凸显出格宇在 围层族的地位出来 格宇朝着那几个长老 看去的时候 虽然一个个满脸笑意 但是也能瞧出几分不爽来 尤其是那个斋藤长老 当格宇看向他的时候 他也朝着格宇微微点头 眼神却是波澜不惊 不过他很快地转过了头去 朝着广场的方向去看 等到众人全都啰嗦之后 从座椅前面 不远处的铁栅栏旁 突然走出来一个将军模样的人 本跪在地 狼声说道 启禀族长和少主 一切准备就绪 可以开始了吗 族长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一声令下 便从广场的正对面处 放出了一头像是猛虎一样的怪兽 这玩意儿长了一颗 类似于狮子的脑袋 身上有五彩斑斓的花纹 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足有五六米那么长 个头打得可怕 一声爆吼之下 生振四方 让人心中不禁骇然 这是个什么怪物啊 格宇心中有些好奇 这些人突然放出这么大一只猛兽 出来作甚 不过很快 格宇就知道 他们要做什么了 单间从另外一侧 有一道铁门打开 紧接着走出来了 四五个一山破烂的人 手里拿着刀剑等兵器 一个个战战兢兢的出现在了场中 等那些人一走出来 那铁门玄机就关上了 在这些像是叫花子一般的人身上 还带着沉重的脚料 显得是尤为的黄阔 他们几人刚一出来 一看到那只猛兽 顿时吓得全都打起了摆子 而那猛兽看到这走到场中的胡人之后 就是一声咆哮 缓缓地朝着他们靠了过去 而那些人则在不断地后退 吓得连手中的兵器都快握不住了 格宇看到这副场面 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 原来这处所在竟然是一处斗兽场 是人与猛兽拼斗 这几个人若是没有什么修为的话 估计很快就要被这猛兽给咬死 并且吞噬 这围仓族的人竟然喜欢看这种残忍的事情 简直就是毫无人性 一看到这幅画面 格宇的眉头紧接着就粗了起来 不多时那猛兽离了几个人 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 试探了片刻 紧接着加快了速度 朝着那些人扑杀了过去 一个虎扑之下 当即便有一个人被那猛兽给扑倒在地 两只粗壮的前蹄 刚一踩到那人的胸腹之中 便是一声惨嚎 口中鲜血喷溅出来 肋骨不知道被踩断了多少根 旋即那猛兽一口咬了下去 便是一副心血淋漓的画面 兄弟们 跟他拼了 咱们合在一起 还有活命的机会 越是害怕 就越是只有死路一条 一个身穿破烂衣衫的人 大喊了一声 便招呼着其他人 朝着那猛兽扑杀了过去 想趁着那猛兽啃食的时候 偷袭于他 但是那猛兽却十分的激进 当有人靠近他这边的时候 他突然晃起了那巨大的尾巴 横扫之间便将其中一人 扫飞了出去 滚出老远 然后那猛兽再次朝着人群之中 扑杀了过来 看到这里 格宇有些不忍心看下去了 这些人都没什么抢手 而且双腿都被铁链束缚着 早晚要死在这猛兽之口 这他妈都是什么恶趣味 人命在这丧欲就这么不值钱吗 而在这猛兽攻击这些人的时候 周围的抗坑的表情 一个个都显得十分的激动和亢奋 还有人大声地吆喝着 故意激怒那只猛兽 朝着那些人进攻 格宇有些接受不了了 但却又无法改变这种情况 因为所有的围仓族的人 都沉浸在这种厮杀的氛围之中 如果此时格宇阻止 就等同于是惹恼了整个围仓族的大人物 一会儿的功夫 那几个出来跟猛兽不命的人 便纷纷惨死于猛兽之口 让格宇没想到的是 斗兽场之中紧接着又有一道铁门打开 这次一下放出来十多个人 跟那些人一样 也带着脚料 手中拿着冰刃 重复之前的厮杀 格宇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无颜公主 发现他竟然也看得是津津有味 瞬间格宇就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无颜公主的本心并不坏 甚至还有些单纯 只是他从生下来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 早就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了 便认为这种厮杀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 所有人都跟着麻木 无颜感觉到格宇在看他 目光紧接着从斗兽场中的那些人身上 挪到了格宇的脸上 看到格宇的脸色不太好 于是便关切地问道 小语哥 你怎么不看呀 你是不是觉得不好看 这些 跟猛兽厮杀的都是什么人 这些都是伪仓族 从西荒的族群之中给捉来的俘虏 有一些呢 是伪仓族犯了重罪的犯人 他们本来都是死路一条的 不过 本族有一个规定 如果他们能够击败猛兽 便会有一次活命的机会 而且还能够换来自由之身 加入到伪仓族的族群 成为一个伪仓族合格的战士 这些人本就该死 伪仓族给了他们一次活命的机会 应该对我们感恩戴德才是 污典也在一旁跟着说道 那下面的这一拨人 是犯人还是俘虏啊 是曾西荒的一个寨子里捉来的俘虏啊 我们伪仓族让他们寨子纳供 这些人胆敢反抗 本来就该是死罪 于是便带来了这斗手场 再给他们一次活命的机会 格宇面色一紧 沉声说道 这些人太弱了 少主 如果我下去跟那只猛兽偏杀 你能不能饶了这十几个人的性命 此话一出口 乌颜和污点 都是一愣 没想到格宇会提出这么古怪的要求 小宇哥哥 那只狐脸十分的凶猛 即便是我们伪仓族最强大的战士 二十多个人加在一起都不是他的对手呢 你这样也太危险了 我不准你去 乌颜公主首先反对 不妥 你是我和乌颜的救命恩人 怎么能让你以身涉险 这些人本就是烂命一条 你救他们做什么呀 少主 我并不是想要救他们 只是觉得这些人太弱了 打斗的一点都不精彩 就好像是 看猫桌老鼠 即便是几十只老鼠 也不是猫的对手 一点意思都没有 不如 让我过去跟那只狐脸过过招 这样是不是就更精彩一些 至于那些人的性命 就当是一个彩头 算是对我的嘉奖吧 不知少主意下如何 格宇微笑着说道 乌颜和乌颜还是摇头 都说不可 怕使那只狐脸伤了格宇的性命 而格宇也瞧出来了 那只狐脸确实也是厉害非凡 就那体型和爆发力 相当于是石头猛虎啊 根据乌颜所说 这只狐脸已经参加了三次斗手 没有一次被伤到过 不光凶猛 而且还十分狡猾 就善于与人贫杀 正当这对兄妹阻止格宇的时候 一旁坐着的那个组长 突然转过头来 笑着说道 既然格宇宫这么有雅兴 不妨就让他下去试试 格宇宫的手段十分的厉害 从那几十个山子的手中 将我儿与乌颜给救了出来 想来这狐脸也是难合不了他的 娘 小雨哥哥会受伤的 乌颜公主有些紧张地说道 多谢组长给在下这个机会 格宇不容分说 已然起身 朝阵的斗兽场的方向 走了过去 格宇在围仓族已然是名声赫赫 所有人都知道 格宇救下了污点和污檐的性命 但是谁都不知道 格宇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当他这么一动身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族长摆了摆手 一个身穿盔甲的将军模样的人 便朝着他走了过去 那族长在将军耳边 耳语了几句 那将军吓了一跳 很快折返了斗兽场外的一处高台 大声喊道 各位围仓族的族人们 我宣布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我们整个围仓族的恩人格宇 主动要求进入斗兽场 跟狐连拼杀 如果恩公格宇打败了狐连 那这些奴隶将会成为 格恩公的赏赐 可以活命 大家为格恩公鼓掌 这个消息已宣布下来 整个看台上的人顿时沸腾了 又是一阵欢呼之声 很多人都大喊起了格恩的名字 深圳四野 连绵不绝